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7号 两市呢继续反弹 中午的时候也说了啊 反弹仍在过程中 那么这个反弹呢 会持续到本周的周初 啊周中啊周中 这个我们上周的时候也说了啊 那目前来看呢 周三持续到周三的概率比较大 持续到周三的概率比较大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咱们说这个反弹呢 大概率呢定义为四大反弹 第一种呢是从6月底开始的 然后1 然后2 然后3 目前是4 日线级别啊 那么日线级别呢 参数调整成538和5 那穿轴呢还距离一段时间 也代表了如果它是日线级别的反弹 那么它还没有结束 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呢从时间轴的角度来讲 它会先经历120分钟线的反弹 然后再经历日线级别的反弹 它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所以我们先看是120分钟 我们看这个120分钟 120分钟呢 距离穿轴还有两个周期 现在负的18 上个周期呢是负的29 负的29到负的18呢 是运行了11 11 那假如说按照目前的速度 两个周期就刚好穿轴 那么序列呢也是高期 到高9呢也是两周期 但是呢如果明天是滞涨的 那就有可能延续到后天 所以大概率应该是后天穿轴啊 周三啊 周三 这个我们上周的判断也是差不太多的啊 差不太多的 同时这个小周期呢也有序列啊 60分钟有个序列的高8 120分钟有序列的高7 高7啊 这穿轴来讲呢 还是判断四浪的最主要的方法啊 序列呢只是判定一个短期的高点 所以假如说明天上午60分钟线的 高8是有效的 高9是有效的 那么明天下午就不涨了 明天下午不涨的话呢 MCD的值 这个DF值还会继续上升啊 这个DF值还会继续上升 所以呢这个大概率会是在周三啊 周三 好吧 周三可能有这个120分钟的 四浪穿轴的高点 呃今天呢其实有很多人 很多学生就问这个 关于趋势突破 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这个问题 我们上周特别强调了好几遍啊 趋势突破的时候再说 现在没必要去说 因为它跟穿轴的时间 有可能是同一时间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有可能 这个就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没必要 现在去说那么复杂的事 因为从简单的角度来讲 它如果是120分钟的四浪 它可能不突破趋势 就直接先到四浪高点了 那那个时候 你研究趋势突破再怎么做 完全没有意义 能理解不 理解的打一 就没必要操那个心 到时候再说 快点我就突破短期趋势了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好的啊 好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先是暂定 看是120分钟线的四浪 先暂定啊 看120分钟线的四浪 目前来看呢 大概就是周三 大概就是周三 明天还应该是过程中 明天除了到收反的时候 看一眼 明天大概率还是不用看的 打加油 前打一下 好吧 前打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吗 暂时呢 就是看 大的方向是定义为反弹 不是反转 第二个呢 就是暂定四浪反弹 第三个呢 就是暂定120分钟线的四浪反弹 好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再下的话120分钟 顿化的级别大 是的 是的 老师前面不是说反弹 只有一两天两三天吗 我没说过呀 我没说过呀 穿着的意义是什么 四浪反弹结束 五零指数有变化吗 没有 落子无回 再下来就买吗 再下来你得看有没有结构呀 四浪要减仓吗 没加怎么减 文字科说五三十七和五 现在又说五三十八和五 不知道哪是对的 自己回去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手机上怎么调参数 手机上调不了吧 尽量还是要用PC吧 PC端其实你用手机端可以应急 但是你要真正做决策或还得用PC端 PC端还是很重要的 它全面的 它大而全的 手机就小而美 它方便用 但是你说你做决策 你分析行情 你还得要用PC端 PC端你比方说 你说你用PC端 对于个股 或者板块 或者大盘 研究比较透彻的 加个多咨询股 那手机端可以用来观察 但是你真正做决策的时候 还得用PC端 你用手机端做决策 我就觉得有点草率 有点草水 我做重要的 就是我每天都得看几遍PC端 手机端可以应急 但是取代和替代不叫PC端 好吧 上班上不了PC 你可以下班回去上呀 听了好多年 也搞不懂穿轴 请搜索 一致性获利法的 时间跨度研究 咱们在系统课里也有讲 如果你还搞不懂 那我也没办法 高层位穿轴 可以减下来吗 我觉得这里减的必要性 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那么明显 可以减可以不减 一百二分钟线 你说你减了 万一它不是走一百二分钟线的 四浪了 它走的是日线的四浪了 它还会减完之后继续上升 对吧 在这里减利不大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就是现在我们暂时是判定 一百二十分钟线的四 那穿轴如果它是 对象就这段很重要 如果 上翻零轴 一百二十分钟线的DF 在调完参数的情况下 上翻零轴 它下跌了 那就代表它是 一百二十分钟线的四浪 如果上翻零轴之后 它不跌 继续上升 那么它就是日线的四浪 你们能理解吗 这叫做排除法 我们先暂定 你时间轴位顺序 它一定是先到一百二十分钟 然后再到日线 那么我们先去判定是一百二十分钟 如果排除一百二十分钟 就是日线 所以这就叫时间轴的排除法 好吧 所以你没必要 你说你重仓 你说你在这个地方要减 减完之后 你说它就算是一百二十分钟的四浪高点 它有一个一百二十分钟的五浪下跌 那五浪下跌级别很小 你能不能买进去 还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这个不好说的 所以我建议呢 就这个地方四浪高点是不建议减的 如果你是重仓 那我们本身仓的就比较轻松 不涉及到减的问题 一致性货利法 主要是源自于 维尔维莲姆的混沌操作法 那本书是两千年出的 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那么后后的书呢 其中它有很多的浪行的定义 它不只是定义四浪 也定义过三浪和五浪 但是呢 定义四浪这个方法特别神奇 我多次的去验证它的神奇了 但是呢 它没有解决不同周期 因为它出书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还不存在 不同周期的问题 没有解决不同周期的问题 所以呢 假如说 你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日线的四浪和一百二十分钟线四浪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 同一个参数 同一个参数 能理解吧 所以呢 不同的周期的浪行 它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解决不同周期的参数的问题 我们来管这个方法呢 叫做 一致性获利法的时间跨度研究 这个名字非常非常长 对吧 非常长 非常难记 但我就觉得呢 嗯 我有时候起名啊 给这个方法起名 众多的 众多的方法呢 众多的方法的名 都是我起的啊 我起的 这主要就是 嗯 九转序列啊 变量结构啊 一二三球四啊 丹阳测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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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空通道啊 是吧 这些名呢 震荡因子啊 时间跨度研究啊 挺挺学术的 那主要就是你表达清楚就行了 原来 原来那就是说 原来那个这个混沌操作法 不能解决不同周期的问题 但你说 你所有的研究室上 都用五三的词和五 肯定是不对的 这不用想 肯定是不对的 动画这个词早就有啊 对武当哥们 老师动画这个词谁取的 这个动画这个词早就有 起名字 你看咱们产品的名字叫做交易师 但是它的英文名 King Trader King Trader这个英文名呢 可以翻译成交易师 可以翻译成交易之王 那我就不喜欢交易之王这种词 也太大了 厚得不住是吧 我喜欢小而美的 那个交易师呢 至少是 也比较平凡啊 平凡 好吧 还有很多名我想不起来了 都是我起的名 起的各种各样的名 但我觉得我起的名 是比较综合的 没有特别夸张的名 比较综合 其实交易师呢 这个产品呢 它最大的功能 其实没有体现出来 没有体现出来 它是可以程序化自动交易的 就这个产品 可以程序化自动交易的 但是现在呢 正正不开自动交易的接口 所以呢 就这块呢 我们也没有 是吧 也没有 体现出它强大的功能 所以呢 就做一个小而美的产品 也挺好 目前就是我用交易师 用到 我看其他的软件呢 就看不了 就觉得交易师好 简单易用 用其他的软件呢 就是现在用不习惯了 还是用不习惯了 孩子的名字也是老师起的吧 对呀 对呀 是的 而且很有寓意的那种 孩子的名字 产品的名字 公司的名字 都是我起啊 我也很喜欢起名 我也很喜欢起名 笑笑叫一笑 徐一笑 寓意 不要太计较 你伤害了我 我一笑而过 要大气一点 不要太计较 还是没有声音 没有讲 这都涨半天了呀 这都涨半天了呀 取名有些人还花钱 这个最主要还是 不要起太大的名啊 太大的名我就觉得 有点压不住 压不住 真的起那种名 这个原来有个主持人 叫王小鸭 大家知道吗 就王小鸭那个名 我就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王小鸭 上上月线 零五年六月 一三年六月 一八年十月 二零年三月 二二年四月 五个地点的两线 形成的下轨之称 等约刚到到达 至少 至少这个 这个学员很用功 很用功 很用功 就是以史为鉴 可以知新衰 就是我们研究历史 是为了预测未来 主要研究历史 是为了预测未来 股市里经常说几句话 第一句话呢 就是历史重复发生 它不会简单的重复 但是呢 它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 很多人都没有想明白 如果历史没有重复发生 如果历史 它不是重复发生 如果历史不发生 不重复 那么我们就丧失了 一切研究股市的 目的 性质和基础 你就没有必要研究股市了 因为它不 你研究没用 它不重复发生 它没有规律 能力的吧 你说我们研究定量结构 对不起 它出结构的时候 它不涨 它没有规律 那你研究它干嘛 我们研究定量结构 就是因为它过去 出现顶部结构 或底部结构的时候 它真的住了底 或住了顶 所以我们去研究它 在过去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会出现转折 一个趋势的终结 研究PE 在过去 这个指数 PE跌到什么样的地方的时候 它不再跌了 连接诸州西 它的高点 在过去什么价格的时候 出现高点 在什么价格的时候 出现低点 这就是以史为鉴 以历史为借鉴 现在呢 实际上是一面镜子 过去和未来 是繁衍与映射的关系 现在的过去是未来 在未来是过去 所以时间 时间是 时间是很有密度的 很有力量的 老师好久不讲公开课了 是因为行情不好 还是不收新学员的 未来也有可能会去讲公开课 讲公开课主要还是为了招新生 招新学员 但是我们至少有四年 快接近四年的时间 没有招新生 但不排除未来会招 原因之一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开发团队 是我们自营的 服饰外包的 自营的 所以呢成本会比较大 给大家想象比较大 所以呢 假如说这个涉及到 研发的费用的降低 或不足的时候 我们会招收新学员 好吧 那时候届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不解读是二十大 不解读二十大 我觉得呢 这个所有的消息政策 跟股市的关系 不是特别的大 很多人说中国股市政策是 我用了多方面的维度 已经多次的去 表达了我的观点 我说在熊市的时候呢 除了很多的利好政策 没有解决熊市的方向问题 对吧 相比应化税 暂停应化税 太多了 单边收取等等等 这个这个太多了 他没有解决方向的问题 在牛市的过程中 也没有解决方向的问题 所以呢 股市有自身的规律啊 跟政策和消息的关系不大 但政策的消息呢 确实会短期的 暂时的改变市场运行的 呃 轨迹 但是无法改变其方向 啊 无法改变其方向 你包括这个 夜里美股 如果大跌或大涨 我们这边高开或低开 那基本上一个小时就修复了 那政策和消息 重大的政策和消息 基本上几天也就修复了 不会改变其方向 好吧 先找一批来开队 你们这是 是吧 报复心理吗 你请明看上去吧 这么不看 但是我会看一个 这个1518的评分啊 1518的评分 就是那个网站叫1518.com 然后呢 你他有公司起名 有个人起名 然后呢 他会给你这个名字 有一个评分 那么90分以上 肯定是无敌好名字吧 对吧 无敌好名字 其实呢 就是你有一个 呃 你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分数高 你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 有一个好的预期 好的预期 你们怎么现在 突然对起名 这么感兴趣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好多人就不喜欢起名 我是特别喜欢起名的那种 我特别喜欢起名 不管是功能的名字啊 咱们功能的名字啊 产品的名字啊 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个起名字就 就很兴奋 还特别喜欢起名 大家你们知道 有事 有事是我给吴臣大师起的名 咱们有个学院叫做吴臣大师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第一个呢 我是说 我说不喜欢大师 就什么我都不喜欢大师 你说他什么 方铁大师啊 什么医药大师啊 我就觉得一掺上大师就感觉绝对像贬义词 第一个我不喜欢大师 第二个呢 吴臣 吴臣这两个词挺好的 但是用到他的身上就突然 你说你吴臣吧 按理说是那种无依无求的那种感觉 对吧 他还吹毛求辞的 你说你这 跟他的吴臣这两个词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出题本无数 明镜亦非开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本来什么都没有 你何处惹尘埃呢 你什么都有 所以你就何处都是尘 我说你洗脸都能和你 就说那个吴臣大师 后来我说 你不如你别起这么大的名 对吧 你还不如叫狗盛 农村完了有这个讲究 我小时候有这个讲究 就是名字起 就是乳名 乳名起的是越难听 这个人就越好养活 狗盛 吴臣大师 好吴臣自狗盛 老师的鲁名是什么 我的小名 就是小名 我妈也帮我叫小名 都教了几十年的小名 我姐也帮我叫小名 那我姐不叫 不叫那啥 我姐的小名叫小伟 小伟 她跟她的大名就不一样 她的乳名是不一样的 我的乳名跟我的大名是一样的 不叫你刚吗 没有 我是六岁以前叫虚刚 户口本上叫虚刚 然后我的名是我姐给起的 我姐给起的 狗盛这个名字 其实在那个哪儿挺常见的 在农村挺常见的 在东北的农村挺常见的 因为南方我不知道 狗盛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时间到了 结束了 大聊没进 好了 没进就没进吧 我们讲课呢 就是讲到哪儿 咱们就聊到哪儿 是吧 结果其实就是刚才就随口一聊 随口一聊呢 就说这个给功能起名字的事 然后就聊到了现在 那么起名字呢 我觉得往小了起好 往小了起比较好 就是我特别喜欢往小鸭这个名字 就看起来呢 就很亲切 很亲切 然后呢功能的名字也是这样的 包括你说我们讲课 我们从来没有宣扬过 我们的课程有多好多好 我们的功能有多准多准 有多强大 咱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但是你会有一种 后世的感觉 你们能理解吗 后世的感觉 好吧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课堂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